指挥中心日前宣布全台一周内将启动居家照护 但却传出许多第一线人员根本不清楚相关作业流程或规定的事情 国民党今天召开记者会 质疑指挥中心拟定政策的时候 配套措施完全不足 却只要民众自主应变 痛批指挥中心根本已经失去存在意义 整个指挥中心它的起步太慢 然后配套不足 所以现在地方是疲于奔命 显得手忙脚乱 因为指挥中心应该要超前部署的工作 他并没有好好的做 我们成立指挥中心就是要你超前部署 把这些工作督导地方政府提早完成整备 但是他没有这样子做 那陈时中呢 这几天他不晓得是压力大了还是怎么样 大家问他的时候他还说 你们民众自己要自主应变啊 意思就是你自己要自立自强啊 那我们要问指挥中心 如果要民众自主应变的话 那还要指挥中心做什么 相关的人力配套问题 不要忘记 他们除了是防疫人员 他们也是人啊 他们有可能不幸会染疫 会确诊 那请问如果第一线的疫调人员也确诊了 谁来做职务代理 谁来帮忙做相关的区隔或疫调等相关工作呢 所以我们要提醒指挥中心 这一部分的配套做事到底做了没 我再提醒过去就有两名南韩的公务人员 因为防疫啊 第一线的防疫太过劳累身亡了 相关的应变措施到底何时公布 内容为何 我想指挥中心应该则无旁贷 赶快给我们答案 否则我再次强调 主帅无能会累死三军 如果我们没有做到所谓的轻重症的减伤分类 我们将迈向香港当年的后尘 香港当初就是轻重患者全部混在医院里面 造成什么 医疗瘫痪 在医疗量能维持的这个前提底下 我们不断的呼吁指挥中心 请你立刻的把整个国家 有高几率进入重症 跟高几率死亡的这个族群 请你尽速的建立一个独特的同胞机制 年轻的 年纪最小的 没有打过疫苗的这个族群 年纪长的有慢性病的这个族群 先天免疫系统有问题的这个族群 这几个族群都是新冠肺炎 高死亡几率的族群 而这几个族群 现在跟一般人一样 是在用同样的通报机制 日本 包括尤其最近家长非常关心的教育方面 小朋友的问题 日本的文部科学省 在去年就已经发放80万份快筛 给全国的高中 国中 中小学 幼儿园 70万份给中学小学幼儿园 这样充足的快筛 去做这样的一个防护 韩国也是一样 由学校来发放快筛试剂 学生每周两次自我检测 然后这个结果可以上传到一个健康检测APP 把数位的电子系统 融入到我们健康检测里面 德国也是一样 开学前三周 每周进行三次的快筛 等于几乎两天一次 之后每周两次 完整疫苗接种14天程可以免快筛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还在处于快筛试剂很贵 买不到 供应量不足的状况 总统前两天才讲说 要花一亿元 把价格压到百元以下 但是我们的疫情早就开始爆发了 总统府跟指挥中心才在那边超慢部署 实在是台湾跟不上世界 我觉得这是指挥中心跟我们政府 需要严厉来做检讨 赶快跟上 赶快补上的部分